好 正午一时一刻非凡抢先报 电情王子余 唐先生你好 明娟哥同志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蛮特别的时刻 因为呢 这是美国的选情之夜 这个谁要入主白宫 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产出跟底定 不过呢 对于整个油价也好 还有美国电子期货牌 甚至台湾的一些航运轮胎 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脉络啊 没有错 其实当然第一个对 股市来说最单优的就不缺点性 那如果顺利这个不论谁当选 能够市场有个明确的答案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正面性的解读 那当然油价的一个部分 看起来在景气的一个复苏面 看起来也是比较有望之际 油价进行也是强谈 所以刚刚谈到联动的一些 产业面的一些部分 看起来买气也有增温 最重要就是说在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的预估量有机会 接近到2000亿左右 因为我们之前大概有聊到 我觉得2000亿以上算是一个 比较有利多头的一个健康量 就是说可能再往新高做卖 已经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量能补上来 目前看起来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选取因素消除之后 大家就见像心来回过头去看 当然就是真的就是聚焦回归基本面 尤其最近陆续公布一些菜报 营收 不错的公司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就是在接下来成为一个多头聚焦重心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的 比较有机会亏转营题材的 像是金元代工的贸系的一个部分 公布出来的第三季果然是有亏转营 因为从当时联电的一个结章畅望 甚至明年的一些代工性的涨价 大概就秀出到这样的一个端倪 然后再来像是今天比较强势有先过高的是1598的待遇 因为毕竟欧美的疫情还是相当严重 所以说居家健身器材整体的销量都相当不错 那待遇它EPS还没有公布 不过从营收的角度去推估 今天市场有一些法人报告给它 有机会整个获利是计生一倍 因为它在第三季的营收年增率173% 又比上一季大增了将近六七成左右 所以已经有一些买盘 现在比较有信心 都会先行去压保这些 有机会缴出营收获利再成长的公司 那再来今天下午有召开法说的 可以看到是6412的群店 我觉得也是在近期来说 可能有一些买盘可能率先去压保 因为群店在9月份的营收是创下历史新高 第三季整体的营运状况 也是维持在历史高档 那角帅的EPS成绩的一个部分 市场也预估顺着整个毛利率的改善的效应情况之下 尤其那种比较高瓦数的电源供应器的出货 比重是提高的 因为不管像是这种游戏机 游戏机像是Sony跟Xbox都要推新机了 群店都可以拿到不少的订单 它们都是主要的一个供应商 然后再来像是在这个DarLink的部分 因为展望到明年 这个我们讲这个5G的这种卫星通讯设备的部分 这一次这个DarLink的一个电源供应器 也传出来由群店拿下 所以说对于它明年整体的获利贡献度 应该都有大幅度的加分 那以目前的位阶来看 以日线的加构就好 其实时间周期达比较长 过去这两个多月来 可以看到6412的群店 其实股价都还在均线纠结处这个底部区 去做一个整理 我觉得它还没有反映到该有的一个获利水准 那当然这个部分 我觉得前两个月整理 可能也反映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市场上 比较保守一点 都在等美国的总统大选结束 那现在 今天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之后 这些观望的买盘 我觉得它将会陆续归对 所以说这一些比较具备财报面支撑的好公司 我觉得慢慢应该会去反映该有的价值水准 甚至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个 瓶盖股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第四季的一个消费旺季 延续到明年第一季 这些新品 不管像苹果的新手机 甚至我们刚刚聊到 一些新游戏机 PS5都会推出 那目前看起来 它们从预购量也好 甚至市场的期待度都很高 所以先前比较被市场低估的 可能一些 苹果供应点的部分 我的看法 比较乐观一点 我认为他们市的营运状况有机会倒吃甘蔗 因为现前市场上我觉得看的有点太悲观了 所以像是大力光的部分 虽然股价还算是处在打底的阶段 但是我觉得有利空出尽的味道 因为法说过后完毕 国家没有破前提 那外资的一个操作 反而真的就是法说过后 开始有卖转卖 似乎也是跟苹果整体的一个 应该算是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度 比预期还要来得好 那鸿海的部分 当然还是也处在整理的阶段 但是我倒觉得是说 可以去留意说 到目前来讲 是不是有机会在 整个iPhone 12 Pro的一些新机的一个拉货 比预期强的情况之下 对它的营运 它是有加分的作用 那再来苹果周边性的产品 我们之前有聊到 像是穿戴装置 原则上这一块都是卖得相当好 不管是耳机或手表的部分 所以感测元件的 像是2340光蕾 今天也是一根带量的红棒 股价占上所有的一个 均线架构之上 所以我倒觉得在目前来看 一些比较具备业绩支撑的个股 投资人是可以比较乐观 去期待他们股价的表现 OK那刚刚的这个杨明 缔造了12块4 也12块12块12块55 也来到了这个三年来的最高 对因为航运的部分 本来的展望性就不错 好那加上整个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我觉得一些不确定因素 更为消失之下 原则上是会旺季更旺 因为整体来说 美国线美西美东线的运价 目前看起来都是还有在 上涨的一个空间 再加上这些航运类股的一个部分 第一个相对来说 他们的筹码面我觉得蛮安定的 因为这一波以来几乎都是掌握在 外资手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商党各股 我觉得有一种比较正面性的 这种互相比较的拉抬效应 因为轮流嘛 前一波是由八月份 那时候是由长龙先带动 那这一波由万海 在十月份结榜 那现阶段看起来 2609的扬名 也有后来居上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觉得 三党的货柜航运 我觉得联动到国内的这些 物流业者 这个第四季是一个最繁忙的季节 购物忘记 所以你可以看到 2636的台化投扣 2607的农运 2642的载配通 这两指标 其实在 不管公布出来目前的营收状况 甚至最近的技术面筹码面 都有法人的买盘 在锁定之中 我倒觉得这一类运输相关的个股 其实在第四季的部分 应该也会是由业绩成长支撑的 一个蛮有利多的族群 当然因为半导体的上中下游 这个投资人很熟悉 我们就没有多花点时间 但是从细晶圆开始 然后封测 IC设计 甚至晶圆代工 这一系列的仍然是 盘面当中的一个横贯的一个主轴 对 其实刚刚谈到 如果最上游 当然以环球晶 我觉得最继指标性 最近其实法人买得蛮积极的 如果我们上一下外资投资 给投资人看一下就很清楚 因为毕竟像连电都调高 调高代工价格 那原则上上游自然不会差 所以说从环球晶的一个走势 跟筹码面跟展望性来看 对于整个半导体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 比较有正面期待的一个 先行指标 OK 也非常感谢 玉堂先生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